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人面受薪,穷婴养父 出事我都负责,继承车司机 小事不读书,长大当危送源 得习班拍车老师 这三个人的最新后续 首先是人面受薪的穷婴养父 根据媒体报道 穷婴的养父在2月25号向法院提交了反省书 反省书 我为什么把幼儿园老师们 以及其他照顾我们家庭的人的担心 只是当成了偏见 而只相信老婆的话急着包庇他了呢 现在真的很后悔 对孩子感到无法形容的抱歉 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可以救穷婴的机会 但是我没有把握到 如果我能做好一次当爸爸的本分的话 穷婴应该不会就那么离开的 没能保护我那么可爱天真的孩子 全部都是我的责任 什么样的惩罚我都会接受 一生都会以赎罪的新生活向孩子谢罪的 什么样的惩罚都会接受 所以为了减刑教了反省书 虽然承认疏忽了保护养育治疗的责任 但是都不是故意的 没能保护 你现在是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老婆身上 这个疯子 撕掉你的嘴巴跟脑袋是吧 谁来在她的嘴里擦上水泥吧 大家还记得 住当有紧急患者的车 还说了 出事我就负责的计程车司机吗 在一审背叛两年有期徒刑的司机 在二审的时候 航空解放向法官请求了七年的徒刑 而这位说出事的话 会自己负责的计程车司机 在二审的时候流着泪 哭着向法官说 作者开车的职业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而发生了这种事 因为度量小容易发脾气的性格 给很多人造成困扰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会好好反省 以后会过着帮助社会 以及他人的生活 然后司机的律师也对法官表示 跟媒体报道的不一样 司机从小就因为有精神病 接受了医院治疗 也因为艰难的生活环境 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倾向 不是说要负责吗 快负责 第一次觉得眼泪这个单子 有这么肮脏 又推到精神病上 艰难的背景又有什么关系 你说要负责了就负责吧 接下来是那位狗眼看人低的 补习班排查老师 他也是过了几天后 亲自向外送员道歉 也给外送员写了道歉信 首先对于我的胡言乱语 以及鄙视的言辞 真心的道歉 虽然很像是借口 但是因为最近 我个人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事情 所以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 在听完录音后 我感到非常惭愧 我会重新回顾一下我的过错 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再次向外送员真心的道歉 有看过之前影片 听过那段录音的人 应该都会是这种反应吧 外送员以及那位通话的老板 接受了这个道歉 没有要求任何补偿 也决定不会采取法律制裁的 今天如果外送员是我 或者是我的家人的话 大家会不会接受这个道歉呢 今天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就是 一开始不承认自己的错 而是一昧的在狡辩 还自以为了不起 看不起别人 等出事后情况变得 越来越对自己不利 抬出来道歉说会反省 所以大家 人非圣贤谁都可能会出错 当你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 就要赶紧承认道歉 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尊性 而死不认错 能认错道歉并悔改的人 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让很多韩国网友们大笑的 下一任ミノキ的舞台ending 看到镜头后才开始喘气 两个人怎么都这么好笑 啊 下一任真的超好笑 下一任很像是刚出道不久 颜值也是那样 巧莹的养父在2月25号 向法院提交了反省书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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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